接下來要教的內容叫做空氣污染指標PSI 它用來表達這個空氣污染的程度 它的做法是監測五樣東西的濃度 然後每一個濃度給一個數字 你就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裡面最大的一個數字就是當時的PSI 比如說宣布威力200 二氧化硫100 二氧化碳100 二氧化碳150 臭氧300 那麼就是臭氧最高 接下來就是要做300 你這樣做 知道就可以了 國中沒有教 考試如果會考 它會把這個情況告訴你 它會說我怎麼算的 你看完你就會了 本來要監測五個東東的濃度 每一個濃度給一個數字 最大就是我的PSI 第一個叫懸浮為例 用我們這種國中生的普通程度說 你就讓它要灰塵就好了 還有最近在流行講那個什麼細懸唯利PF2.5 細懸唯利 懸浮為例PM10 細懸唯利PF2.5 那是因為從去年裁淨拍的窮頂之下之後 變成現在很重視很流行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國中生就說這要灰塵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台灣的主要風氣管就是兩個 懸浮為例跟臭氧 這兩個是台灣的主要空氣汙染物質 然後我們就有個PSI 然後就有一個等級 你看表格就知道了 一般考試的一般老師考試考這個 你就把它背下來 你看表格上面多少以下是良好 多少以下 你看50 50嘛 50就良好了啦 50 不良 100嘛 100 一般適合考這個你就背一背就好了 好一般考試 背下就可以 50以下 一般這樣不良 PSI OK 好 然後呢 100以下大致都OK OK 普普通通 不太有影響 100以下就可能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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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上次跟你提過了 聯合國已經把空氣汙染當作是會自來的因素 自來的因素 OK 那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空氣很糟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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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的 OK 好來 然後呢 台灣地區有這些監測站 然後幫我們去做空氣體質的分析啊 預報啊 統計啊 整理啊 之類的 然後就有個這個結果 看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 最底下的紅色 紅色 表示PSI都滿好的嘛 哪裡呢 花東 好山好雪的地方 那這個紫色 感覺有很多超過的 不好的時候 哪裡呢 高屏 高屏地區 一個呢 是怪在什麼石化工業上 怪在石化工業上 什麼六青啊 什麼之類的啊 五青 五青 五青嘛 就是青油裂結場 好 另外就是怪在哪裡呢 機車 火頭髮 機車 機車太多 好 我講過了 細機車的噴發的物質 是台灣主要的風氣污染來源 這些東西 就告訴你說這個狀況 好 對顯然是花東 統計比是比較好 好 那我們這個北部就是這個青色這個 就是有點好又不會太好 但是呢 OK 好 那麼為了要這樣做 我們就有一個空氣污染防治法 來說哪些是空氣污染物質 要怎麼樣的管制 要怎麼樣的處理 我們有個空氣污染防治法 然後呢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配合 希望大家買環有貼有環保標狀的產品 盡量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這樣把平均每個人會產生的 污染量就會降低 然後呢 還有檢舉不當擺放廢棄 這個有一些大哥喜歡做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現在呢 你知道什麼 行車記錄器很流行嘛 機車也可以做一個機車行車記錄器 然後還有照樣機的輪友 就有人會到處去拍一些 然後跑去檢舉 因為現在怎麼樣我不知道 以前檢舉時候有講過 很輕的會抽成的 比如說把它三百塊錢 你可以抽一百這樣這樣子 所以有人會拿這個講話 去鑽一點外塊 那就檢舉不當擺放廢棄器 然後希望能夠讓空氣清新 還給我們一個呼吸新鮮好空氣的權利 OK 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基本上怎麼樣去控制 我們的空氣污染呢 第一個就是替代 找乾淨的 比如說我們在有在推動過 所謂的瓦斯車 瓦斯計人車 瓦斯公車 為什麼 因為燒瓦斯 燒甲紋 這兩個玩意而已 二氧化碳跟水 基本上沒有其他的髒東西 所以我們比較乾淨的東西 來做 那個減量 有講過大眾捷運系統 然後平均每個人會產生的污染量就會減少 然後他的使用的能源效率高 比較OK 好 再來就是想要把它拿掉 比如說每一些脫瘤 每一些脫瘤之後燒出來 就不會有二氧化瘤 比如說我們現在採用所謂的無氫氣 裡面的氫含量減少 就會不會有所謂的氫污染 所以把一些髒東西讓你去掉 再來就是不要讓它進去 比如說煙囪有個鏡片吸塵器 把那些渣渣都吸掉 它就不會排到大氣中 那些煤灰阿神就會減少 比如說你現在的汽車都有個觸媒轉換器 那個觸媒轉換器 就會把我的氣體收來 重新再作用 然後變成了比較乾淨的東西排出去 那觸媒轉換器裡面要有個白晶 白晶 然後白晶它如果被蓋住篩住 它就會減少它的功用 叫做中毒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使用無氫氣油 因為有氫氣油的氫 會蓋住你的觸媒轉換器的白晶 為了它喪失作用 因此為了使空氣清晰 要使用無氫氣 要使用觸媒轉換器 要使用觸媒轉換器必須使用無氫氣油 必須要使用無氫氣油 這都是不要它再吞進去 這都是簡單的事情 看一看就知道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